秀林村山苏达人周贤德务农二十多年来 极力推展有机农业 以生态环保和健康理念从事有机种植 用人工方式除草不破坏自然生态 而是以自然共存相处之道保护每一片土地 九三年初周贤德德智华业政府推动无毒农业 从中发掘友善土地 维持环境生态理念与他相关一致并且加入行列 一直到近几年来则是推展有机农业 除草的时候则是用自己的双手来处理 然后再做一番的离田 留下土地的他可见一斑 周贤德德表示虽然从事有机农业是相当辛苦 只是赚微博的金钱 不过他赚的是身体健康 大家一起来 为了我们的环境 生态 土地 包括我们的身体 的健康 食安的问题 这都是息息相关的一种的 一个农业发展的一个机会 希望能够我们在这里看到我这边的 也算是经过验证 指向验证单位认证的田园 不过我种植的东西都是 鹿桥 树豆 山苏 还有印加果 种种艺术 包括树木也在内 大概我这边的镜子要在 应该是十几甲了 大家一起努力 为我们地球 为我们的生态来保护 这就是我们最希望的 能够最重要的是 我赚的不是赚到钱 赚的是健康 而目前我们的王翔长 对农业的七个七块 他非常的很用心 非常的支持 而且我们九个村长都一力 支持我们的王翔长这种得证 我们在后面一定要支持他 让我们能够发挥我们秀营乡的 农业文化 教育 不管是供应坊也好 各部也好大家都能够进步 让我们的感谢 能够得到乡长的得证 这是我最喜欢看到的 一个秀营乡的原住民的进步 总统员表示 相当感谢秀营乡长 王明贵大业的支持 尤其在农民们 在推动有机农业的时候 可以说是获得全方文明的支持 让他是不会的孤单 也希望秀营乡的农民们 能够共同推动友善土地的理念 让土地能够永续的发展 记得久不久不久